老师身为政治学教授 你可不可以帮忙献策一下 虽然说火已经点起来了 要平反有点困难 就是说现在整个罢韩的热度 但是如果说 你是韩阵营里面的一份子 幕僚的话 你会怎么样献策 看可不可以稍微挽救一下 我看已经送家户病房了 已经很难了 我觉得韩国瑜在4月16号 叶庆元跟黄潜秋到行政法庭 去控告罢韩的行动 认为他们太超前部署是违法的 之前从1月11号到4月6号 他就跟清朝的时候 广州总督业名称一样 面对英法联军 六部总督 不战不合不死不守不走不降 什么都不做 在那边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要战也不战不是 也不合也不是 在那边等到4月6号 已经过了三个月了 我不晓得他这三个月到底在干嘛 还是他在疗伤止痛 因为输了总统选举 一直不知如何是好 所以我不需要讲他现在 你说找王金平出来也没有用的 王金平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个派系 高雄现在是民众的力量 民众的声音 这哪里是你这个派系所能够主导的呢 你看一开始 哇这个1000多个投票所 只有到还有1000多出头 还有好几百个 本来还有510个 后来再隔一天大概剩下201个 那落差又差了300 现在变0个 现在全部都补齐了 这什么原因 就是人民的力量 就是人民主动提出 我们要投票 我们要罢免 到后来高雄市学委会也不得不接受 但是大家认为你用这种奥波 你用这种行政手段 来剥夺高雄市民宪法所赋予的罢免权 是不公不义的嘛 你用这种小手段 用这种见不得人的小手段 用这种小聪明 以为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阻止这个罢免 以为你有这个 反正高雄市选委会 是我高雄市副市长来担任嘛 我可以由他来操作一切 想不到呢 人民的力量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韩国瑜呢 你即便找王近平来 就让王近平再把你的手再举起来一次 又有什么用呢 你认为你可以影响到高雄市民的选择吗 我觉得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就靠派系共治啦 那还是老一套的做法嘛 所以我觉得现在 国民党现在也是搞得进退两难 本来上个礼拜 这个国民党中成会在高雄办 好像要给韩国瑜 要给他支持 后来呢 临时取消 他后来改成视讯的方式 那什么原因呢 是江启臣怕这个 会造成这个对立更严重吗 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知道 从目前来看 韩国瑜 他上次选市长是拿到89万票 当时是相当高的 2018年 可是今年他的选总统只拿到61万票 比较什么 韩国瑜当时 他得到的票不只是深蓝的 浅蓝的 不含我认为 一部分的中间选民 甚至我认为有一部分浅绿的 都挺他 可是我们到现在呢 他到了61万票 为什么少那么多 中间的跑掉了 浅绿的跑掉了 蓝绿各自归对了 那我觉得 现在你如果57万票就可以过这个罢免门槛的话 我不认为韩国瑜可以拿到50万票 因为你以目前的 目前他的61万票是一月份 今年一月份 经过了四个多月 我认为他的罢免票 支持他的人会更少 为什么 之前有多少韩粉是从台北坐高铁回到高雄去投韩国瑜一票 可是到总统大选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因为罢免他是一个愤怒 他是一个负面能量 所以支持韩国瑜 即便他就支持韩国瑜的韩粉 你要他再回高雄帮去投一次反罢免 他的诱因不足 相对来讲 想罢免韩国瑜的那个基本盘 是动力是在的 那个恨是在的 而韩国瑜他竟然还敢 还去用这个升高对立 升高对立的结果是什么 让罢免韩国瑜的那个票 更凝聚更高 而反罢免的票其实增加不多 因为他本来就反罢免 他不会因为你韩国瑜跟这个WeCare对立 他就我去反罢免了 我要支持韩国瑜 不太可能 所以我觉得他增高对立 其实是适得其反 所以我觉得 可是有一个说法是说 比方说57比0 那他至少要把那个领导 把他吹出来 要再跌上去 民主比较不胜那么多 不过我现在是比较担心 我觉得比较担心是 6月6号那场选举可能会出问题 会出事情 我认为的确会有一些韩粉 他可能是外线式的 他会来要阻挡 他希望能够这个 越少人来投票越好 因为他知道去投的人 大概都是想罢免的人 我就让这个罢免的这个程序 投票 然后比如说 我是外线式 我来排队 我增加人龙 排排 我是外线式 我跑错地方了 我走了 下面的人也是 我跑错地方 我走了 他玩这一套 让深圳有投票权的高雄人 进不了投票所 我比较担心 这一招会没有效的原因是 因为一张票而已 他不是很多票 盖完真的很快 但是不是有说 有人可能会在里面 丢毒很久 看半天 5分钟 10分钟 20分钟不走 我手在抖 怎么办 盖不下去 你怎么不可能学我 我帮你盖 那不行啊 对 我在里面待个10分钟 你怎么办 你把他拖出来吗 他抱着投票箱 抱着投票箱不放 他可罪了 你怎么办 叫警察下去 把他拉出来吗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 那问题是 现在高雄市选业会 他会不会 乐见这种情况发生 他到时候不作为 那这些 而且我觉得会引发到之后 他甚至故意挑起 在这个 投票现场的冲突跟纠纷 所以我觉得 WeCare他们要注意的是这个东西 这个技术问题 我认为因为 韩国瑜现在有点富于顽抗了 他的这些首长们 为什么现在都站出来 帮他做这些为四的工作 66号之后就没工作了 七小谁来养啊 这他饭碗的问题啊 韩粉现在是怎么样 富于想要力保韩国瑜 这样让那个罢免失败 就他们会用尽一切的手段 哪怕你说有可能 有什么违反 什么捉罢法 他在所不惜啊 他觉得我为了韩国瑜 做什么犧牲是个光荣啊 所以我觉得这点 这个问题我觉得 如果高雄市的警察局 他到时候消极不处理 中央要怎么处理 但中央又面临到 中央又介入太多 我觉得警察局 应该是要行政中立啦 再者是他们应该也要看到 现在的苗头 对我们需要奉劝 高雄市警察局 请你行政中立 我们也希望高雄市的公务员 发挥你行政中立的精神 今天不是说 你要支持罢免或不罢免 而是说今天既然 人民按照宪法所赋予的权利 让我们可以罢免韩国瑜 我们就按照这个宪法赋予的权利 我们就按照罢免的程序来走 不要有任何政治操作 也不要想在这边 好像要站哪一边 就是按照你的职责来走 我觉得这样才能够让我们这个民主政治啊 走向一个正途 感谢观看